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呢 在这个海上 在海边呢 就看一只这只特殊的鸟 然后后面呢 有有一只大文的蜂蜜 麻雀 你看这只鸟多么的乖呀 我们这么多人来给它照相 它就乖乖地站在那里 用它的一只脚站着 你看看我不晓得有没有照到它 因为现在阳光非常的强烈 看这个看不是很清楚 就是它 你看后面那个小麻雀在那边跳的 刚才它讲说它是不跳的 是用走路的 要摄影它的Energy 所以理论上呢 跟实质上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你看它又跳到这个小石头上 这是非常有名的达尔文蜜蜜 那这远远的又有一只 跟这一只同类的 站在那个海边的石头上面 这种鸟类啊 都是只有在格拉伯格是有的 在其他的岛啊 其他陆里下 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 这样是有动物跟着的 跟它的这种鸟类 可以看到那只小麻雀实在很可爱 如果看到它大概现在被认出的 大概是13种在这边它们认出来 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种 如果要到那个 旧金山的那个科学活物馆里面 它就会记录非常的详细 它也会把它们 为什么这个小麻雀的嘴园呢 会有这么多种就是它是 适应了它的环境 跟它食物的需求 而慢慢进化 这是我们达尔文很有名的 Finch 非常的有趣 它也很可爱 刚才导游说呢 他们为了要节省他们的Energy 都是用走的 都不跳 也不太飞 不太飞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们都不飞高 然后Owards 但是这只小麻雀是有跳的 其他的鸟 我看它都是用走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这个你看 现在可以看到 前面是有好几只的小麻雀 这就是达尔文的Finch 你看它这个种类 跟刚刚那个黄色的又不一样 然后它们在海边 你看它在跑步 多么的悠闲自在 因为它在这里呢 它不会担心有任何的敌人 会侵犯它 而且它在这里非常的富裕 它也不用担心它的饮食 所以在这里 我想这个每个动物啊 都是非常的快乐 你看它对人呢 我们的靠近 它也一点警惕都没有 它完全不会担心 我们会侵犯它 那在这格拉特格斯呢 这边 我们也是所有的动物啊 都是生态保存 我们都不可以去碰它 我们可以看它 但是我们不可以接触它 我们也可以抓它 虽然这边螃蟹那么多 听说也蛮好吃的啊 结果我们也是不能够 不能够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啊 你看在这边 你看那个 哇 这么样的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啊 在海边啊 现在是涨潮 所以非常的好看 那在这个岩石上面啊 有很多的 他们这边的这个 红色的 红色的螃蟹啊 橫形霸道 然后红色 然后它还有黑色的 黑色的大概也是 就是它跟着这个 本来它是说 我们应该 自然生态上面 它为了保护自己 都要跟它的 旁边的那个 环境的植物啊 或者是颜色啊 什么样的颜色 可是这里呢 因为它不用担心 有任何的 因为它人机很稀少 非常的稀少 过来的动物也很少 所以它不用担心 说有任何的侵犯者啊 所以它们就 就不怕自己 有这种鲜艳的颜色啊 它鲜艳的颜色 它也不觉得有任何 任何生物可以来侵犯它 你看天上的鸟 也是悠游自在啊 完全没有顾虑的 在这边 自由自在的飞翔啊 我觉得呢 它远远的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Cruise也在那附近啊 它等着我们啊 然后我们的John 又走到我的附近来了 John 你把这个拿下来一点啊 把那个 它也是在用我的 用它的iPhone 它亲爱的iPhone 在跟我对照啊 OK 你看对面山啊 然后后面呢 有一只 还是一只Sea Lion 你看我这走过来看看它 它是在这下面 它刚才是把它的头举起来 现在它有点偷懒 你看 这个是有没有Fern的呢 Honey 这好漂亮 带起来的 这一只哈 这是有Fern的吗 这只是有Fern的哈 这只是有Fern的哈 这只是有Fern的这个 Fern Sea Lion 非常的可爱 你看它在那边 它的骨头也很柔软 大概是做过瑜伽啊 所以还可以碰到它的背后 非常地好哈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这么仔细 可以看到我们这只Fern Sea Lion 你看它 哦 它还做出各种可爱的动作给我们看啊 我们真是幸运 所以今天可以在这个大地上 可以看到这么多动物啊 它们非常自然的表演给我们看 哇 哇 你看它们的骨头多么的柔软啊 OK 所以非常的有趣 我们来这个Galapagos 真的非常的值得 这一个 你看 你看很绝 它有很多的想法了哈 OK 听说这个Fern Sea Lion 我们不能靠近它太近 因为它哈 它有时候会生气哈 它会觉得我们侵犯了它的领域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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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又来到海的另外一边 你看哇 这两只小的Fern Sea Lion 在这边玩 你看 你看 你看它们很喜欢那个搓它的背后哈 它们很喜欢做这个动作 非常的可爱哈 在海边自由自在 你看 你看它慢慢的搓它的背啊 晒晒太阳啊 它刚才一定是在水里面 因为它的小毛啊 都是湿湿的啊 非常的 非常的有气哈 你看 然后在海的那边呢 就是有 就是有 还是有螃蟹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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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搓它的小背后 哎呦 还有它的病在那边动 它的小旗 我听到这个鸟的声音 你看 是非常的特殊 它们两位在追逐 你看 它在追逐 它们在讲话 大概说 哎呀你看怎么那么多人啊 它跑到我们的地方 我们从来都很少看到这么多的人类 长得怪怪的 插得怪怪的 所以它们两个也有意见 它也走到我们这个人群中 来看看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所以它在据 你看它的声音啊 哇 哇 它们还清脆 可以叫这么大声 那真的是很有趣哈 你看 它们两只 哇 我第一次听它们这边的鸟类 叫得这么样清脆啊 要这么样的清晰啊 这两只 它们终于现在要相会了 我想它们还会不是一公一母呢 可是看起来很像 然后你看它这个石缝里面呢 又慢慢的有一只螃蟹爬出来了啊 还要参加这个天然的交响乐 可惜它呢 会唱歌啊 只有刚才那边 今天还会唱 这个螃蟹多么的漂亮啊 好 稍微洗一点 哇 又开始叽叽叫了 它说 哎呀 这么多的人啊 这么多的人 它怎么要来烦我们的土地呢 我们的这个土地上 本来是这么样的幽静啊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的杂音啊 所以它也开始要叫 它有抗议 哦 你看 我这边前面还有这个贝壳 然后还有一只螃蟹 你看这螃蟹 不要照我 你看这只螃蟹 它是黄色的 它跟它们刚刚的红色 鲜艳的颜色又不是很一样 它是什么 它是黄色的 金黄色的 哦 这两只会叫的鸟啦 又跑掉了 往我这边走过来 嗯 发脾气 它说好吵哦 好吵哦 这些好吵的人类是什么 还吃螃蟹 不好吃 还吃螃蟹 你想它的嘴巴吃得下螃蟹吗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推论啊 它的嘴这么长 它一定是吃鱼之类的 软软的 长长的 像这种螃蟹之类的 你看这只 这只黄色螃蟹 把一只花色 红色的把它引出来了 非常的漂亮 你看到没有 你看它的 它的这个壳 它不但是红红的 还是花花的 现在你看一只归一只的出来了 你看又一只出来了 它们要出来晒太阳 然后它们也是要来看看这种 什么样的杂音呢 怎么把它们给刺激出来了 它们也是要听来 虽然它们不会唱歌呢 可是它们也可以听 我想它们是可以听的 看见这么多的杂音